每一到夏天 台港国家共同地在城塞红红林 保有陆屑到台湾的暗产 当时也就是这样来提供生态国家的活动 你今年分到南 管理出事特别结合到社区的优众几位 透过部分在地民众和合成 当年就尤其正行台港生态度人 因为台南安南区 城塞里西边的海盘山 因为保抹红红林 很多人会去到那 所以在六月到八月 提供很多可以脱离水浴生态的地方 很好的生活环境 也是应生态的时期 所以每天国家共同管理处 由去年开始 对抗社区合作 开发生态流程 当时本年一阵 台港带路人来亚港德南 这会守候台港一带定規的环境 这次翻柴螃蟹下来 然后发现 西岸边其实还蛮多楼瘦的 然后螃蟹其实也还蛮多 但是都是很小 然后我就没有带望远 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都没有观察到 蛮可惜的 这一次的游城是叫做蟹后产民 那它其实就是来观察一下 我们台江有丰富的这个台湾岸产 也是台湾特有种 还有我们的鹿蟹 那鹿蟹这边也是 我们台湾分布最多而且它体型最大的 很有在地很特殊的一个路线 那希望说能带领由当地的民众 当解所有人来带领我们这边民众 来了解这边的生态 台湾国家公园管理处 希望通过空在地密切的合作 日后让社区可以住房 形态如油 形成地团的地式 既然所以让阿南区拆放不得 还有 我们下午了